至今直到今天上午 我都還有希望民眾來抱怨出我們的水秀異位 甚至到上個禮拜 都有民眾懷疑他生病了 是因為喝到髒水導致 他到底怎麼理解 醫療上也能來這裡 可是這件事情 他理所當然要給所有肌肉人道歉和賠償 這是一件理所當然在意過的事情 有議員認為水公司應該針對前陣子 致癌水質混濁有異位提出補償民眾的方案才對 機動市議會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由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帶隊 市政府秘書長方定安以及公務處長陳耀川等人 陪同議員們進行考察行程 一起拜訪水公司一區處 而針對前陣子自癌水混濁有異位的問題 水公司方面除了表示歉意之外 再次強調經過加強過濾及檢測 水質安全無餘 檢討後已經準備好改善措施 保證未來不再發生 除了水庫的水源來支援這些 因為基隆河的水質不佳 來做一些補充之外 我在上個月特別還把其他 我們總處其他處事的這些經費 我大概抓了一千萬過來 在基隆地區 為了要做什麼 繼續做水質監測的這些儀器 包含這些TOC等等 我們希望藉由水質監測的儀器來投入 未來如果我們在原水端 就能發現他的水質因為枯汗 稍微有一點 可能沒有叫以前那麼好的話 我們就會立即來啟動 由水庫的水來做一些補充 發生這件事之後 我們大概也做了一個很深刻的區處 包括我們總管理處 包括我們四位的四個處處長官 給我們指導我們大概做了一些 異常管控的一些措施 我們不要也不會再發生 類似這種事件來發生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強調 包括去年基隆高地社區供水出現問題 以及今年前陣子發生的 致癌水混濁有異味的情況 水公司都保證會做好改善措施不再發生 市議會也希望水公司可以說到做到 五種顧問 就是我們的五種工程師有提到說 跟我們議會提出保證 就是我們高水供水的問題 還有包括我們最近的話 正在軟軟這個整個用水的一個著謊的問題 他有提出保證希望是要能夠做到 另外水公司一區處也報告 由於八月底前已經有兩個颱風帶來雨量 因此預估基隆市今年的自來水用水沒有問題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我們下期見